好了 回到第二部份 想了解一下 林日熙如何踏上創作之路 知道你做一百毛之前 在商台工作了七年 你做了七年很穩定 如何突然之間要自己創業 原因是悶 做到悶就想變 所以我很怕悶 就算在商台工作了七年 我其實做過五個部門 所以平均年紀就轉了 當中有被迫轉的 嘗試又轉不轉 有很多都是主動轉的 我做到悶就轉了 很怕悶 Evon之前做黑字 每年又要轉一次fame 就算可能最多人認識 那年可能是有兩個字大在面那一年 2012年有兩個大字大在明星面 但是好像很受歡迎 但是我們又轉了 就是很怕悶 很怕重複 所以就正因為這樣 都做了七年了 在台湖環境上面 有很多事情是好玩之餘 又好像已經熟習了 又認識了 不如試一下自己弄 自己弄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的自由度又再大一點了 所以就試一下 除了悶 我想你也要很有膽識 才可以離開你的舒適 zone 還有你當初為什麼黑紙 其實很破格的市面 是沒有其他同類型的東西 近次都沒有 就是你怎樣有膽去做這件事 那個膽就是黑紙 其實是不需要用錢的 就是一元張賣 當然你賣回本都難 但是它就是印刷費幾毫子而已 幾毫子你就印幾萬張 我都不懂計算 就是幾千元 那幾千元而已 是不是幾千元 幾千元而已 所以它的付出不是很多 所以不用很大膽 純粹就是低要求 不會死就可以了 你說這樣出來 沒有了一份政績 沒有了月薪 然後要自己搞 又是不是很大膽 我也不是很大膽 只不過我低要求 低要求的意思是 我覺得為了生活就OK了 又不用賺很多錢 所以就變了一個包袱勢 包袱勢就看似好像很大膽 其實就非常細膽 只不過覺得風險不是很大而已 我要找到食有多難 我覺得不是很難 所以就走了 但是當時做黑子 你是沒有整職的嗎 就是沒有一份工作綁住的嗎 最初做黑子的時候 是還在做商讀 後期就走出來 就沒有一百毛之前 只是做黑子 還有做一些製作創作 自己成立公司 那你覺得你在商台七年工作 對你之後做自己有沒有幫助 譬如人物關係 你初時的風險很厲害 有關係 我的人物非常差 人員是差 你看我這樣 動一點又說不滿意 人員都很差 所以我的人員很差 不過關事就是我有partner 我的好處就是我有兩個partner 他們就人員比我好多 還有做事更軟滑一點 所以如果沒有他們 我應該是死硬的 基本上 幸好有他們 他們也在商頭做 所以也有些人物 可以這樣說 但是那些人物又不難 譬如你說有些人經常問一百毛 很難有些明星的 其實不是 有他們的電話就行了 你說也要有電話的 那些電話很容易拿 你要的可能你找一下 你也找到回來 因為他們要接工作的 所以是很容易找的 所以又不是很需要人物 這樣反過來看 明白 那就是你 我不知道 正常的家人 你有份工作 正職好好地不做 走去不知道做些什麼 管我不了他 從來都管我不了的意思是 他都不是很恨管我 從小時候開始 他已經不是很過問的那些選擇 我爸爸簡直是很典型的那些 不小心你以為是啞的 就是很多爸爸都是這樣 就是不出聲不說話 他為什麼 爸爸你是啞的 就是可能你一出生了幾年 才聽到他講一句話 我爸爸是很典型的 這些爸爸不是很出聲的 唯一人生給過我一次的建議 一次而已以後都沒有了 就是我小學升中學的時候 我選了中學 選了同區一間名校 叫林湖中學 在葵中名校 我自己選了 然後給他看 他只是冷冷地拋了 這間名校來的 你讀不成功 沒有表情的 那我 神經病 坐下都瘋了 就讀了 然後我入了林湖 第一年就留級了 我第一年留級了 所以很深刻記得他這個建議 但也沒有理他 往後 所以這個在說他不是很理我 無謂而止的 他就是有我 我中學讀了五間 就是有可能成績差 有些聲稱我初學人差 其實都不是很差 那麼就讀過五間 他都沒有理由 我出來做事 做哪一間他也沒有理由 那我覺得是正的 是正的 就是 我覺得所有的父母都應該這樣做 不要那麼 鉗制住那些小朋友 你不鉗制住他 他自己才發揮到 你整天都選好了 又說要讀這個 又說什麼要珠心算 又不是抗琴 芭蕾舞 他不就只會珠心算 變成了一個大人 你不可以任由他 現在撞下板 等於我之前其實在說 那些二十五歲的 senior editor 他是經常會拿東西 經常拿東西 但是拿完東西 下次就認識了 你不可以拿鑊金的 他下次 他一輩子都模糊糊糊 不太知道 就由他自己走跌 我是相信這一筆的 即是你媽媽也是 都是這個方法 我媽媽 我媽媽很懷疑 他不是不管我是管不到的 我私宜是 因為他也挺控制狂的 我觀察他 但是他不是很控制 因為我還控制狂他 那 總之結果都不是我管得到的 你算不算反叛呢 沒有啊 到現在 沒有啊 我覺得人已經反叛了 為什麼不聽話 就是 聽話就很危險 聽話這個世界不會進步 因為你只會跟著所有的法規做 就是老師叫你這樣 或者前輩 最喜歡前輩 前輩叫你減 那你跟著做 你最聰明就做到他這樣 你跟他一模一樣 那 就是 譬如有時候說創作 我都很喜歡不說創作的 我講一下權威 權威的意思是 我要很不相信權威 如果你想做創作 你要非常之不信賴他 經常就反對他 甚至乎不介意你 去到一個位置就是 專門反對他的 就算你沒有理會他 反了才會有什麼事 我贊成是這樣 就是 因為你這樣 你才會打破到一些法規 有些新的東西出來 還有這個是建基於 這個世界上很多東西是錯的 權威是錯的 其實 為什麼一直運行下來呢 就是因為大家覺得服從很舒服 我經常去中學問一些中學生 為什麼你要穿校服的 那他說 老師叫 那老師叫不是一個原因來的 那老師為什麼叫 那他沒有想 那不是 不是叫你真的想著 穿校服 你有空嗎 不用想都可以 那就穿了 沒有那麼重要的 但是 從此可以看到就是 很多東西跟著 不是很知道是為什麼的 背後的原因 就是 你可以想到很多原因 你就幫助老師想 就算你不敢問他 就是說 我不是這樣叫團體精神 或者是方便老師認到 那些雞仔走到哪裡 不要走散 都是原因來的 你是不是要想一下這些原因 然後再想一下這些原因 對不對 不過這個是很小的例子 但是放諸於所有的東西 大小的 我覺得都要想一下 我來到就看一下 那個 logo 有點特別 會不會有另外一個 version 如果年輕人來看 覺得他可以不可以 我想一下這些問題 如果是個個都經常覺得權威是對的 那世界是死的 而言之後 如果這樣長氣 你便會剪掉 權威為何要一起錯呢 有個實驗 在很經典的 我想可能你也聽過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有個實驗就是 叫了一些人來跟他說 做個實驗的 就是一些老師和看佛之間的關係 看佛和學習之間的關係 的一個實驗 那便叫了你來了 叫了兩個人來的 你和他這樣 你就坐下這間房 你就在後面玻璃房 然後就問你問題 就是他問你問題 然後你如果答對 就沒事了 繼續回答 如果你答錯的話 他就要做老師的角色 就按一下鍵 一按一下鍵會怎樣 就是電你的 電你的一開始會怎樣 就是哎呀 沒什麼事了 好像那些弄鼓筆那樣 但是隨著你越答 越錯得多 他的伏特數就會越來越加 去到一個位置就是 你會怎樣 叫救命 去到終極電得很厲害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反應 你看不到他 他在隔壁房而已 你猜有什麼反應 電到最厲害 就好像你們這樣 沒有聲音了 不出聲 不出聲的意思就是 電暈了他 不出聲的 但是他都會繼續電營 為什麼呢 他都不是瘋的 因為你想一下 你會不會繼續按下去 如果你聽到他叫救命 求你 求你 你不會 正常人不會 但是為什麼他都會這樣 因為有個實驗人員 拿著白袍的 我來的 你當是我來的 喜歡白袍的 然後還有一副眼鏡 哇 還拿著Test Tube 好像科學家來一看就知道 然後他就跟你說 沒事的 請繼續 然後他再反抗第二次 他有一些特定的回應給他 第二次可能就是說 你必須要繼續 因為你剛才簽了約 給一些這樣的權威性的指示 原來最後 超過六成人 是將這個實驗進行到底 電到他嗨嗨 電到他暈倒了 雞肉電 你現在很難想像就是 咦 大家 人性嘛 是不是 沒理由會這樣 原來人性在一些權威面前會崩潰 同一個類似的實驗 在二千年打後再做了一次 是以一個TV show 做爆撞 告訴你一個game show 好像百萬富翁一樣 整件事就變成 我實驗人員變成一個主持 你繼續是一些參加者 如果大家贏了 有100萬才算 主持繼續跟你用這些方法 用權威性 還要加多了一樣權威 除了主持之外 觀眾是另外一個權威來的 即是你不敢電的時候 他們就會好像無線在後面那些 婆婆公公那樣 面目模糊的 電他 電他 又是另外一隻權威 又會令到你這樣做 所以這些實驗告訴大家 權威是會令到一些人屈服服從 但是甚至是一些錯的東西 他都會服從 為什麼是二次大戰之後做的這個實驗 就是因為那些社會在討論的東西就是 德國納粹德軍 究竟那些軍官有沒有錯 大家很有名的東西叫平庸之鱷 就是說平庸之鱷的意思就是 是 你不是好像希特拉大魔頭來的 你是執行的 Sorry 我是執行的 阿祥叫我這樣做的 講德文 但是後世就給了一個叫平庸之鱷 意思就是 是 你是平庸 但是你都是錯的 都是錯的 但是這些實驗就是說回 原來不是的 他們不是特別的什麼平庸之鱷 它不是特質一生出來就是這樣 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這樣服從這些權威去做壞事 這些就是一些例子 為什麼權威是非常之可怕 還有不要習慣別人說什麼 你就覺得對 不如自己想一下 可能想完你都覺得對 你就跟他 不是叫你一定要反捕 但是就要想一下 嗯 都同意的 很多時候的老師都是這樣跟學生說 我說完你就相信的了 你們可以反駁我或者問回問題 那你們作為權威 可能在你的公司是一個權威 嗯 他們很反悶 反悶過我 都不是很聽我說的 所以 所以就 某程度上好 他有他的想法 就是你都開心見到他們 你這麼反叛 我都不開心 又開心又不開心 就是 我每個人都有一點自負自信的 大家都會覺得自己對 但是我不管 那就放手搞他們 覺得這個好笑 就糟糕了 就是大多放手 就是會不會試過吵 我現在不理 就是除了封面之外 其他都不太理 嗯 那 就是你除了雜誌創辦 之前都是田字 現在都有在做 我看過一些訪問 就是知道你第一次填詞 就是叫做踏上去的創作之路 是為了事愛的 嗯 那時候是填了什麼歌 哇 說出來我都打爛真 這個不是為了入學 這個是純粹我自己開始培養了填詞的漏集的一個契機 就是那時候填了什麼歌 真的我要裝不記得 因為很難說出口 真的很難說出口 范曉軒的歌 你可以想到 還要是未變身之前的歌 是啊 哇 真的 是國語來的 寫回廣東歌詞 哦 用來喜歡就是多老套 你不知道以為是說六十年代 不是多浪漫 其實是九十年代 你用很少人會國語歌填廣東歌詞 因為這個不知道 未入行沒有擁有自己的歌的話 你去所謂的改編歌詞 這樣是有著數的 因為如果你是填廣東歌詞的話 豬肉在前 人家已經有一份廣東歌詞在那裡 你再填的時候 總是你都已經有個男朋友 好像國語可以閉上眼 當見不到嘛 所以我傾向會選一些國語歌的那時候 嗯 嗯 起碼不會有些東西已經入了樓 是啊 那時候可以有哪句歌詞最棒的 嘩 不行 我不能夠接受 太難受了 不要緊 那 那時候就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另類去填詞 那你一直以來 你現在 就是 除了雜誌 你都近年多產一些填詞 都不是 或者是寫作 就是三樣東西都在身邊 就是你怎樣分配你的創意在這三樣東西上 沒有什麼可以分配的 沒有什麼可以怎麼決定 有對的就寫 那所以最主力的都是做雜誌 還有我自己寫專欄 寫書 路 那那些你說怎麼分配呢 直接接近不能分配 因為每天都會刪到海 那你不斷地去解決 不斷地去寫 不斷地去消耗 嗯 嗯 那你主打都是一百毛 還有寫書的 嗯 那你覺得 寫書難不難呢 這麼多 就是相對於 我覺得很難 看看你寫什麼書 我專門結集 有很多是散文結集 但是我有些新寫下去 寫都好 我起碼 就是好像每天 有一個定時停後 自己寫一些東西出來 比較容易的 因為突然間一長篇小說 我也覺得很難 我極需要毅力 以及你極需要遲了一份工作 但是你無法遲到一份工作的話 你就極需要不睡覺 不睡覺才會做 好盡心神 所以我暫時還沒做到 明白 但是你也不要緊要 你寫了五本書 都已經習慣了 接下來會不會想過寫劇本呢 拍戲呢 我曾經在這幾年 都有不同人接客過 不過我覺得 又是很難的 等於填詞 我也覺得很難 寫劇本很難 難在什麼呢 可能現在自己出雜誌 或者我寫書寫專欄 難在就是 要跟人合作是很難的 要跟人合作的意思是 創作不純粹是你的 寫歌詞也是屬於歌手 屬於監製 屬於唱片公司 很多人有意見 那你要屬於劇本一樣 投資者又說這樣 投資者又說那個白鴿頭對著我 導演又說那個白鴿屁屁對著我 接著不是 有那個監製又說 都是不要了 拿著一隻白鴿 那是很難做的 所以不是很適合我的性格 我也是適合那些孤僱僱僱 自己躲在家裏做一員的事 嗯 你都認為創作是比較個人的 私人的 喜歡自己做自己的 我 我是的 有很多人不是的 有很多人就可以的 是的 即是接下來會有新書的 4月 4月又出到的新的集民選了 這次那個名字是 那些人是以為粗口 你一定是以為粗口 但是他不是粗口 叫灰鴿 你聽過灰鴿嗎 灰鴿也聽過 灰鴿就是 如果你竟然這麼深邪 當它是粗口的話 它是一個灰心到極致 有些人就會說這個灰嘟的 因為粗口所以我嘟了 接下來他的解釋 就不是粗口所以我照直說 灰鴿是一隻鳥 是一隻 如果很簡單的解釋 你當是灰的鴿子 但其實它不是鴿來的 如果你要講科學 動物學來講 它叫做斑鴿科 灰色的斑鴿科就是灰鴿 為什麼說它呢 又說很長的 你自己講 就是灰鴿在希臘神話當中 它其實是一個女傭 女傭當時受到社會的壓迫 他覺得自己在社會低層生活 覺得有不公 可能我的工作已經佔據了我二十多小時 我睡覺都沒有時間睡 跟現在的城市人一模一樣 但是現在在說希臘神話 很多年前是假的 雖然是假的 但是所以他就祈禱 祈禱跟神說 可以救救我嗎 我想得到真正的自由 於是大臣在打麻雀的時候 就聽到他的祈禱 於是說有一個人祈禱 不如就不要打著他 就蓋上了一副牌 就去應一下他 終於就應他所求 將他變為一隻小鳥 就是灰鴿 那如果灰鴿如果你有見過的話 很普遍的就是全世界都有 香港都有的 他的叫聲就是 咕咕咕咕 重複 不斷重複 就好像得罪他 不知道為什麼 整個咕咕咕咕 原來就是 相傳是那個女傭的抽響聲 就是相傳的 當然是假的 但是我經常聽到這類雀 就覺得心情煩躁 為什麼咕咕咕咕咕 你已經很棒了 有幾多人經常 如果在城市生活得不開心 就看著天看著地 然後很羨慕雀鳥 雀鳥是我的 做了雀鳥 又可以飛 又可以唱歌 還可以移音 又不做什麼呢 所以 那個老土位是 其實最後就是 其實不是看你處境 看你怎麼看 最後都是看你的心 無論雀鳥 只是你現在的人 你能不能夠自由 你生活在香港 只有一天人說 不如移民去日本 而不是台灣 其實是一樣的 如果你還沒搞定自己內在的話 你一樣是鼓鼓聲的 如果你搞定內在 你可以如何應對到世界 如何應對到旁邊的人 如何應對到你上學 很討人家的同學 或者那個貿易教授 那你就會怎麼都開心 即使你繼續在這裡讀書 或者你不喜歡 或者你喜歡 我也不知道 都會開心 所以這本書有一點是 又揭示一下 可能社會 或者我們工作生活上的一些 灰 令到你灰燙的東西 又同時間是 又講一下一些方法 如何可以活得 好像一隻灰狗那樣 可以調理一下自己的心理 說明 我們會有兩個 有些人 我們會想做的 你會想做的 我會想做的 我會想做的 我們會想做的 感谢观看